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届国际供应链博览会即将在京举行 中方打造另类代理 一名新疆哈萨克族伊马穆因主持宗教习俗婚礼遭法院判刑 台湾大选临近 蓝白河参选协商不欢而散 本台推出特别报道 打击缅甸电炸家族牵涉美中竞争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亚太报道 近日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 高调表态要加强美中合作和双变关系 有网民发现 政府机构上周已拆除了有关限制特斯拉车辆入内的标志 但实际的管制措施却并未放松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后 最近三天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 终生的评论员文章 敦促加强中美多领域和新兴领域的合作 本周四 该报终生发表题为 对话合作是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的文章写道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并称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 面临新的发展任务 需要从对方发展中获益 这也是共同利益 文章还写道 合作共赢是时代发展的潮流 也是中美关系应该有的底色 中美双方应该抓住机遇 相向而行 共同推进互利合作 共同巩固双边关系 向好势头 关注美中关系的时事评论人士马聚 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对中国政府而言 对外政策就像邓小平当年提出的 不管白猫 黑猫 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马局认为无论是现在的 中美还是过去的中苏关系 变换无常 官媒如此唱好中美关系 不得不令人质疑其真实的动机 本周二集周三 人民日报终生先后发表题为 做伙伴才是面向未来的正确选择 有效管控分歧才能减少冲突对抗风险 共同努力构筑中美关系的五根支柱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大量引述习近平上周同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举行会晤时提出的 共同有效管控分歧 并将其作为事关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五根支柱之一 这对双方有效管控分歧提供的重要思路 自身评论人士郑旭光认为三年疫情的封控措施 导致大量外资撤离中国重创的中国经济 这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始料未及 他对本台说 上周四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商务部组织专项清理 进一步排查可能存在歧视外资企业的规定和措施 为外资企业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次日传出 各政府机关连夜拆除特斯拉汽车限制进入院内的标志 但有网民爆料说 拆了标志依然不让特斯拉进 也有网民说 各地限制特斯拉的方式不同 有的地方依然不准特斯拉驶入 当地拆除限制特斯拉汽车的标志 只是不想让外界看到这类限制措施 今后相关限制只会是口头通知 不会发文 两个月前 安徽 浙江 四川 湖北以及甘肃等地 对特斯拉汽车做出诸多限制 禁止这些车辆进入政府大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庭报道 中国近期将举办首届国际供应链博览会的消息 引发舆论关注 此举能否摆脱国际制裁 另创中国主导的供应链阵营呢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贸促会28号将在北京举行为其五天的首届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简称链博会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绍刚宣称 这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题 旨在打造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窗口 现场将设置智能汽车链 绿色农业链 清洁能源链 数字科技链 健康生活链等五大链条和供应链 服务展区 预计逾500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 展示各链条上中下游关键环节的新技术 新产品新服务 张绍刚在记者会上强调 美国企业参展数量远超过预期 例如亚马逊 苹果 英特尔 通用 高通等等 此次可以看到很多中亚地区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人 这些国家多处于国际供应链的上游 提供原材料供应初级产品 首届链博会 中国参展企业 包括国际集团 中粮 北大荒 中石油 中石化等等 习近平在拜习会向拜登要求 美国取消对中的单边制裁 练博会紧接着登场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氏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中方是被动试图重组供应链 沈明氏说 但沈明氏指出 美国企业要在中国重新布局会面临两大问题 一个是在美国制裁政策之下 美商能不能回到中国 再者中国对私营企业的管理政策 没有改变之下 回到中国重新建构一个红色供应链 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 分析师邱世芳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即便中国在政策上想推动供应链重组 但有一定程度的压力 能谈得相对有限 可以预期中方最重要 想彰显中国是庞大内需市场 邱世芳说 那他会希望说 如果说外资能够到当地来做 持续的在当地做投资 然后也可以就近的去供应当地的 这些内需的需求 不管是接近能源 或者是什么 健康生活这些 看起来有蛮多 可能跟一些智慧化的应用 然后跟医疗啊 就健康这个部分相关的 可能跟我们在供应链重组里面 谈到的这个所谓科技产业的部分 相对来说不是它的重点 那智慧汽车的部分 当然是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还是现在最大的区域市场 本身都在针对本身的一些主要产业的供应链进行谈点 和自己相对比较缺乏的部分 都希望能够提高这个部分的一个自主掌握的能力 那去降低这个依赖度上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近日 新疆一位名叫库斯曼 热黑幕的哈萨克族穆斯林伊玛木 因主持伊斯兰教婚礼 被法院判刑五年 被告人不服 就此提出上诉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 古婷的报道 库斯曼的弟弟旅居哈萨克斯坦的阿利布布拉利 本周四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他的哥哥于上周五 被新疆吉姆萨尔法院不开庭判刑五年 我的哥哥库尔曼日黑幕在中国新疆江萨尔县 毕庭珍 业家护村人 我哥哥2021年时当青城市伊玛木 今年7月14日新疆警察把他抓走了 理由是给某成年成年人和已经离婚 可没有办理离婚证 另外找伴陪婚的人指导了宗教婚礼意识 布拉利说 他哥哥库斯曼在今年4月21日第一次被抓捕 其后哈萨克斯坦人权组织在网上发出求助和呼吁 库斯曼获释 7月14日 库斯曼再度被警察带走 理由是在他家里搜出了古兰金 布拉利说 11月17日 库斯曼在新疆吉姆萨尔法院不公开审理 法院当庭宣判 封闭式的开庭宣判刑 有些徒刑5年和3万元人民币罚款 努尔别克说 库斯曼文判后不服判决 表示要提出上诉 但难以负担律师费 哈萨克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克坚对本台说 新疆当局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抓捕哈萨克族人 但是对其控制却越来越严厉 现在一部分哈萨克斯坦土生土葬的哈萨克人 有权利去新疆谈庆 可是曾经出生在新疆的 已经加入哈萨克斯坦国际的哈萨克国海关 进入新疆谈庆 遇到了更多更大的检查和恐吓 哈萨克居民卡努尔特志愿者组织 哈萨克居民卡努尔告诉本台 他因为参与声援在新疆被捕的家人 被禁止以住在伊犁的家人通话 哈萨克商人迪娜披露 哈萨克人以新疆家人通话 不得谈论移民等敏感话题 他对本台说 根据新疆行政部门和警方的规定 不得在寺院以外的非宗教场所从事 包括做礼拜送古兰经在内的任何宗教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台湾的总统大选日趋临近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本周四表示 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所谓的没有攻台时间表是真心诚意 他重申 战争不是选项 对话才是化解分歧的V途径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台湾的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肖美琴 周氏与台湾和国际媒体会面 各界关注他对于中国介入这次选举的看法 肖美琴表示 台湾从1996年开始 有总统选举以来 每一次都能看到中共介入选举的影子 台商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 强调中共不应该向台商施压 台商不该成为中共野心的牺牲品 也希望对岸能够理解这种政治性的戒选 或者是施以台商的各式的 与经贸无关与市场无关的政治压力 对于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都没有帮助 肖美琴担任台湾驻美代表期间 先后两次被中共制裁 和赖清德搭档后 国台办形容赖消配是毒上加毒的组合 肖美琴表示 不仅他曾被制裁 很多支持民主自由的人也同样被制裁 但制裁不会影响到 他坚守台湾民主的承诺 共产党都有个习惯 把人分类 然后贴标签 然后斗争 这样子的贴标签是不太具有建设性的 与其他曾经被制裁的国际友人一样 坚持自由跟民主 会持续的捍卫我们应有的权利 以及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基本利益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 表示没听说攻台时间表 肖美琴表示 战争不是选项 对话才能化解分歧 希望习近平说没有攻台时间表是真心诚意 期待也希望习近平主席所谓没有攻台时间表的这个论述是真心诚意的 那我们也愿意以善意来看待任何寻求和平的机会 但是我们也需要强化自身的实力 我们才能够更有自信更有信心来面对对岸来确保台海的和平跟稳定 肖美琴表示国际环境的不公平对待 作为台湾人 因为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特殊受过很多挫折 他把这次挫折视为历练 也使他更有任性和务实 又说在APEC期间 美国总统拜登表达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 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份对台湾的支持 从美国的政界拖展至到美国的社会 最后亚洲电台记者陈止飞报导 台湾大选日趋临近 是1月24日 在野的国民党、民众党 以及独立参选人郭台铭等 在登记截止前一天举行三方会谈 三方各说各话 仍然没有达成参选共识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致电郭台铭希望由他出面见证主持蓝白合作 但是三人光是为了地点就谈不拢 侯友宜坚持在政党协商的前总统 马银九办公室召开 郭柯两人则在台北军乐饭店等待 直到下午4点半左右 侯友宜在马银九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陪同下赴饭店会谈 郭台铭以不速之客形容马银九与朱立伦的到来 他认为这与约定不符 一度希望马朱两人能先休息 三方会谈到底是要辟示密谈 还是要公开讨论有一番争执 此外 柯文哲对于侯友宜公开他的简讯也颇有为辞 在侯友宜坚持要先把六点协议讲清楚之下 郭台铭自认没有参与政党协商 提出先退席 而柯文哲也提议先暂停五分钟 然而时间紧迫 在返回记者会场时 场地租借只剩不到一个小时 柯文哲率先发难 要当总统候选人要有能力单独去面对困难 而不是要找一堆保姆 他强调他是讲究理性科学的人 合作最高目标就是要胜选 虽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主张侯科佩也会赢 但是他想问什么样的组合胜率最高 如果要去打仗 有机关枪可以用 却说步枪也可以 侯友宜也反击表示 国民党无论在立法院 全国各县市的县市议员里长有很多人才 随时都能有人不畏 国民党放弃政党实力 接受柯文哲提议的全民调 柯文哲自己白纸黑字签字 人证物证都有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签名就是要负责 他在几十年的公务人生涯中 最重视的就是团队纪律与荣誉 荣誉就是诚信 双方阵营始终没有交集 身为公卿的郭台铭无奈表示 本来说好是三人会谈 他是主角之一 最后被升格为见证者 自己被换掉了 身为主人很难接受 正如同他的预言 不希望是无言的结局 但不幸预言成真 在登记前一刻 蓝白和力金幕僚层级 政党协商乃至三方会谈 都无法达成共识 民众党柯文哲已经宣布 将在周五上午前往中央 选举委员会登记 国民党也将在周五上午 先召开中常会 确定侯友宜副首人选 而郭台铭是否会如期登记参选 也令外界高度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让不少中国民众损失惨重的 缅甸北部电炸集团 近几周受到当地警方的严厉打压 中国媒体的报道也显示 目前已有超过三万名电炸嫌疑人 被缅甸移较中方 那么在打击电炸背后 中国政府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上周被抓捕的明氏家族四人中 自杀的是家族首领明学昌 他曾是缅甸国港的当地官员 明氏家族被看作是 掌控国港地区电炸园区的重要势力之一 外界对这些地方势力的说法 有四家族说 也有五家族说 据南方人物周刊本周的报道 这五家族中除了明氏家族外 还有白索成家族 魏超人家族 刘阿宝家族和刘国喜家族 其中以白索成为首的白氏家族 被看作是五大家族之首 他们的老大白索成 曾是缅甸地方割据势力 善邦第一特区主席 国港民主民主同盟军总司令 彭家生旗下的二把手 在2009年的事变中 取代了前者的位置 并改变之前完全独立的地位 服从当时缅甸军政府的领导 从那时起奠定了国港的四大家族 即白魏二流四大家 明氏家族是后来崛起的 台湾国立济南国际大学 副教授赵忠奇博士 对本台分析说 这五大家族的电炸生意 实际是在缅甸政府的默许之下进行的 与电炸生意并行 历史更长的毒品生意 也是如此 不管是在军政 反正在缅甸政府统治之下 都是得到容忍 即使是2010年缅甸进行议会选举 成立民选政府之后 以及2015年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 全国民主联盟 在大选中取得执政权后 国杆地区实际是服从于派驻在缅北的军队的 应该把它理解成是在军方的默许之下 发展壮大 从过去贩毒的时候 终止压病到现在的这一个电信诈骗 中国政府也清楚国杆地区的这种权力关系 所以当缅北电炸成为中国的一个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后 中国方面主要与202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缅甸军政府交涉 希望通过后者禁止当地的电炸活动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东南亚高级研究助理 麦尔斯对本台分析说 麦尔斯提到的几周前的改变 主要是指缅北地区的民族武装组织 组成的三兄弟联盟10月27号发动的联合军事行动 这是若开军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 与2019年组建的军事联盟 他们声称这次行动旨在维护和保卫领土 免受缅甸军事入侵 消除压迫性军事独裁 并打击边境的电信诈骗 似乎是在这种压力的背景下 缅甸军政府开始抽出力量 集中打击国杆地区的电炸园区 中国政府也配合这一打击行动 中国公安部发出了悬赏通告 通缉四名国杆电炸集团的头目 麦尔斯认为 中国政府在打击电炸问题上 向缅甸政府施加压力 可能是感受到了来自民众的压力 在另一面 三兄弟联盟的1027行动 也是以打击电炸为口号之一 赵中奇博士认为 中国方面也是乐见三兄弟联盟参与打击电炸的 但中国有自己的政治算计 对于中国政府来讲 打击诈骗这个民命的理由之外 应该是他也想利用这三支武装部队 在缅北地区重新建立起 他能够左右的武装势力 在缅北地区扩张所谓的缓冲区的范围 赵中奇解释说 中国一向与缅甸边境地区的民族武装力量有勾连 但中方对这次起兵的民族武装的态度 在外界存在不同的理解 国际危机组织在上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中方认为 三兄弟联盟代表的地方民族武装是亲西方的 如果让他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过于得势 可能让中方不舒服 麦尔斯分析说 这种看法可能过度估计了实际情况 中方主要是认为缅甸民族团结政府亲西方 而未必是三兄弟联盟 但他分析说 中国对三兄弟联盟发起的军事冲突 目前还是观望态度 现在北京的确担忧不稳定的状况 中方不希望这一冲突造成难民涌向中国 也不希望冲突给中美贸易和一带一路向路带来困难 但同时中方又乐见冲突带来的短期利益 三兄弟联盟致力于打击电炸 同时也激发了军政府开展反电炸行动 赵忠奇者认为中方所持的观望态度 可能与他们一直以来对缅甸实行的两手策略一致 希望在缅甸军政府与地方民主武装力量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自由亚洲电台网语华盛顿报道 加拿大华裔商人温国宁 今年稍早访问中国 不仅获得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接见 还与新疆高级官员土尼亚兹和马辛瑞等人毁灭 鉴于有新疆官员已被美国和加拿大列为制裁对象 维吾尔团体促勤沃太华就此展开调查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柳飞发自温哥华的报道 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团 今年5月访问中国 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 也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辛瑞 自治区的主席爱尔肯土尼亚兹等人会晤 代表团成员之一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商人温国宁 温国宁在会议中代表发言 说美好新疆与国际上的造谣抹黑完全不同 会积极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温国宁高调访问新疆 引起了加拿大的媒体和维吾尔组织的关注 图尼亚兹因为侵犯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 受到美国政府制裁 马辛瑞不仅是党委书记 还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政委 美国早就将兵团列入制裁名单 而加拿大政府也在2021年将兵团的公安局 和当时四个涉及侵害维吾尔人权的新疆官员列入了制裁 温国宁是多伦多华联会主席 多伦多福清商会名誉会长 2008年他到加拿大之后以开超市做贸易为主 把中国的货品带来加拿大贩售 这几年加州关系纷扰期间 他多次为中国政府说好话 例如他曾经反对设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 也为中国海外警察站辩驳 更反对加拿大批评维吾尔人权 加拿大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执行总监托赫蒂表示 基于温国宁和中国新疆的紧密关系 已经发函沃泰华 促请政府调查温国宁的生意情况 如果他有任何生意往来 和维吾尔的强迫劳动有关 我们就要对他的生意做出制裁 依照针对中国的特别经济措施条例 政府可以冻结他的资产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虽然曾经说会有相关立法 但是一拖再拖似乎不了了之 稍早由反对党众议员关慧珍支持的外国代理人登记立法的请愿活动 获得了5799位的民众签名 关慧珍21号将请愿书递交国会 促请沃泰华尽快采取行动 发起请愿活动的是 杜伦多支持中国民约会主席吴温温 他说外国政府渗透影响处处都在 这个法案是希望透明化 希望政府看得到人心在哪 希望他们看中这两个月里内 差不多有6000人的签名了 这些人是代表了其他很多人的声音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节目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 香港名誉人士邹幸彤 与两位被囚禁的中国人权律师徐志勇和丁家喜 近日获得了欧洲律师协会委员会 颁发的年度人权奖 颁奖仪式将于周五在希腊雅典举行 声明指出 邹幸彤因和平表达而被囚禁 并面对更多控罪 向他颁奖 正式认可邹幸彤对促进人权的不懈努力 该委员会还表示 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 并愿为需要帮助的中国律师提供支援 韩国法院以非法移民和海上清倒垃圾等罪名 判处中国异议人士全凭 一年有期徒刑 缓期两年执行 听众朋友 亚太报道节目 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何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